一如果一个女人一无所有,只剩下美貌,会活成什么样? 40年代还真有这么一个女人,贫穷、落寞、出身底层、无学历、无资源唯一的突出点,就是美。 她叫公雪花,百度百科对她唯一的点评是面向富台。 身材丰满的公雪花虽然拥有出众的美貌,但家境平常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。 但,就是这样的她,创造了史无前例多个第一,第一个夺得法国华裔小姐冠军,第一个获得不限年龄的亚洲小姐,第一个举起五星红旗,参加世界太太竞选并获得最佳服装大奖。 相比于这些荣耀,她自身的经历更为传奇,二公雪花出身于上海,一心想过体面的生活,少女初长成,她收到情书如雪片。 她渐渐意识到,原来,美貌竟这么好用。 她由被动转为主动,看到喜欢的男孩主动去追,一般都能搞定,也有搞不定的。 一个很骄傲的男生将她的情书公布于众,闹得全校皆知,公雪花心灰意冷。 那时她发誓,一定要做个体面人让瞧不起她的人,日后高攀不起。 因家庭因素,公雪花中途辍学了,此后愈发注重自己的美貌。 梳妆必须完备,衣服必须熨烫整齐,才肯出门。 她自称是淮海路上一枝花,因为每一次从淮海路走的时候,就看到一些司机,失魂落魄,要撞到人家身上去,或者撞到自行车上去。 按她说的,每次走路像一阵风,百分之百回头率,若有一人没回头,她就回去哭。 问妈妈,妈妈,我今天是不是特别不漂亮啊?还有我的裤子是不是没烫挺?想要更美,得有钱。 她开始学着做生意,20岁那年,她谋到一份差事,与人合伙走私黄金,贩卖假手势。 结果事情败露,她被罚劳教两年,初恋男友提出分手,另寻她欢。 普通人遇到这种状况,一般消沉颓堂,她却越挫越勇,经过这件事。 她想,男人靠不住,一定要成为体面人。 她开始无色机会。 1984年,法国举办华裔小姐选美比赛。 公雪花似乎看到了希望,想尽办法去参加,比赛地点在巴黎。 她提前三个月带着50美金就去了。 当时的法国,党脚包无法郎一个,为了节俭。 她每天喝一杯卡布奇诺配养脚包,吃了五天,钱花光了。 为了留下来,跑去找工作,终于熬到选美开始。 也许是无路可走,又或许皮像确实惊艳。 比赛期间,公雪花过关斩将,一举夺下选美冠军。 那一年,她36岁,顶着选美冠军头衔。 她更坚定了要当体面女人的想法。 回国后,公雪花想到了最简单,最快捷的办法,嫁一个外国优质男人。 这样,不仅能满足出国梦,更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名媛。 物色了几年,1993年,她终于盼到这个机会。 她利用自己的美貌,结识了一名住户领事馆的翻译, 并顺利地与翻译结了婚,婚后随丈夫移民法国。 那一年,公雪花45岁,熬了40多年,她终于过上了朝思暮想的生活。 本以为,这是童话故事的序幕,到了法国才知道,这是黑暗童话的结束。 虽说出了国,但她不会说法语,不会做西餐,更适应不了外国环境。 每日只能与丈夫对话,听不懂其他人的语言。 可丈夫经常外出,先少回家。 这样一来,她感到很孤单。 在法国,她几乎一无是处。 甜蜜妻已过,待生活回归柴米油盐时,他们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淡。 在生下儿子后,矛盾升级,几乎天天吵架,一天一小吵。 三天一大吵,渐渐的,两人都累了。 连协商也不愿了,果断离婚。 三离婚后,公雪花带着儿子定居香港。 一个高龄女人带着两个儿子孤儿寡母去香港,看起来凄惨无比。 但到了她这儿,似乎不是那么回事。 她又跑去参加选美。 1995年,香港亚洲小姐举行选美比赛,公雪花接到通知欣喜而去。 一般选美小姐都有年龄限制, 皆是20出头的小姑娘,她一个47岁生过孩子的女人,竟也参选了。 年龄这关首先就过不去。 有趣的是,当年举办方恰好设置了不限年龄组, 像是为她量身定制的。 舞台上,公雪花身着暴露衣服,笑着说, 我来就是为了娱乐大家的。 最后,纸步前五虽说没有名次, 但关于她的绯闻,比冠军还劲爆。 年龄大,离过婚,生过孩子。 这三点,将她送上风口浪尖。 余季为了拍她,跑到她家门外, 谎称是送披萨的。 她刚洗完头,衣冠不整, 打开一个门缝,准备迎接披萨。 闪光灯在那一刻擦擦直响。 屋内梁小怀听到披萨二字, 纷纷推门外出,记者又是一阵猛拍。 公雪花连忙护住孩子, 咬牙关上门。 这件事,对她伤害很大,至今都不能释怀。 当时孩子在学校, 同学就拿他们开玩笑, 说你的妈妈去选美,要穿泳衣上台哦。 孩子回家哀求我要换学校, 万事有好有坏,因这些闹剧, 她的身价直线上涨, 位列香港电台大众情人榜首。 有了名气,她想进娱乐圈。 道真是游导演找上门, 邀请她参演情色片《蛇蝎叶荷花》。 公雪花去了,上映后反响平平。 后来她在大量配角兼游离, 从运彩五福星, 二分之一次同床到武则天等, 依旧反响不大。 演戏不成, 公雪花重新将注意力放到选美上。 2003年, 她再次等到机会, 代表国家参加美国世界太太选美大赛。 当天, 她穿着旗袍, 手拿红旗, 一举获得最佳民族服装奖。 震惊海外, 很少有人知道, 当时她已经55岁了, 站在一群庙林少女中, 毫无违和感。 在那一刻, 她想遇中外。 中外名人词典将她称为世界名人, 亚洲周刊将之评为亚洲十大新闻人物, 并受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接见。 从此, 江湖人称中国第一美妇, 可谓风光无限, 本想靠男人一步登天到头来, 还是得靠自己。 对这一点她很清醒。 之后数年, 她都徘徊在各大选美场合, 穿着鲜艳而暴露, 扣式装, 扮嫩装, 女仆服, 旗袍, 66岁那年, 她还着爆乳装, 去参加亚捷启动仪式。 有一度, 她头戴红花, 穿着旗袍, 荣获了特殊贡献奖。 对她这种装扮, 大多人感到可笑, 认为为老不尊。 有记者问她值不值? 她回答, 太值了, 到现在还有人记得我, 要不是因为这些衣服的话, 他们说不定以为我已经不在了耶, 所以还是衣服在, 人常在。 后来, 她不仅自己选美, 还鼓励儿子去参选。 大儿子长大, 参加上海先生选举, 如她当年一样, 拿下最具才华奖, 又得到国际模特大赛的冠军。 对此, 她很骄傲, 我儿子帅锅F4。 现今, 她以古兮之年, 从照片来看, 依旧宛如少女模样。 很多人咨询保养秘诀, 宫雪花毫不遮掩。 我的保养秘诀就是不尽男色。 逗得大家捧肤大小。 宫雪花解释, 真的, 如果女人对一个男人投入感情, 会很费心费力的, 容易变老。 问道身材。 她笑, 你就修图了, 每张照片就继续地修图, 整容就不要搞了。 有皱纹, 可以修, 身材走样, 可以披, 但毕竟都是假象。 她又钻研起赚钱之道。 我在香港每天都看财经新闻, 香港的报纸给我赚了不少钱。 有一天上午, 我看报纸上一套房子非常便宜, 只卖600万, 立刻跑过去开了支票, 买下房子。 没多久, 这套房子就翻了几倍。 她有投资眼光, 身家愈来愈厚。 赚钱之外, 她开始学习画画、练字。 最近拍卖会上, 宫雪花画的国画梅墨清韵, 底价1000元, 最终以38000元成交。 为了提升自己, 还去读了一个书法硕士, 和一个工商管理硕士。 当时教授问她, 你研究的课题是什么? 宫雪花说, 选美对国明清记有没有帮助。 教授很好奇, 哦呦, 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研究过咧。 后来她对记者讲起这事, 炫耀说, 你看我这个课题又是独一无二, 我永远就是带领潮流。 面对指责, 宫雪花感到伤感。 他们觉得年纪大了, 就应该在家里一步都不要出门。 谁都有年轻过, 所以不要去攻击年纪大的人。 当你年纪大的时候, 你可能还不及我们。 前半生, 她一直在索取、寻找。 急切脱离贫困, 渴望进入上流社会, 但最终算来算去, 一切回到原点。 幸运的是, 下半生, 她终于看头, 懂得靠自己, 虽说手段不被大众认可, 但也过上了自己想要的人生。 纵观娱乐圈, 太多拥有美貌的女子, 最终都不得善终。 她是命运手里逃脱的例外。 以至于有人说, 宫雪花沉也皮相, 败也皮相。 确实是这样。 但那又如何? 她的行为或许不值得提倡, 但她的精神值得所有人敬佩。 到你老的时候, 你一定不要服输, 你一定要珍视你自己, 一定要一个辉煌的人生, 然后到你结尾的时候, 起码你自己觉得是辉煌的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点击右下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